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 我来跟大家呢 聊一下关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 那美国在16号过了以后呢 今天已经是17号了 他预测的这个16号 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的日期呢 已经过了 那乌克兰呢 还举行了盛大的这个团结日 严重的打脸 俄罗斯呢 也发起来了这种舆论攻势 严重的打脸美国 看起来呢 好像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是走到一起了 目标呢 就是打脸美国 那美国呢 现在还甘心吗 美国认输吗 不 美国不甘心 美国不认输 美国呢 还一如既往的 现在呢 是非常的宁啊 他又继续呢 在做一些挣扎 有关的这个时局的发展呢 咱们这个视频里面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 就来介绍一下 15号过了以后呢 迎来了16号 那15号的时候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就宣布了说 我们要把16号呢 变成我们的一个团结日 那他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原话是这么说的啊 泽连斯基呢 在对他乌克兰全国的电视讲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他们告诉我们 2月16号是进攻日 我们把它变成团结日 他们正试图吓唬我们 手段就是再次确定军事行动开始的日期 我们将悬挂国旗 挂黄色蓝色的标语 向全世界宣誓我们的团结啊 这里面他 所提到了反复强调的这个他们是谁呀 他们是谁 是俄罗斯吗 是俄罗斯 告诉乌克兰说2月16日是进攻日吗 是俄罗斯 试图吓唬他们 说再次确定军事行动开始日期的这种手段吗 显然不是对吧 这是美国呀 是美国 告诉乌克兰说 2月16日是进攻日 是美国 告诉乌克兰说 吓唬这个乌克兰说 用的手段呢就是再一次的确定军事行动开始的日期 这都是美国呀 那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讲话他就指 出来这些呢 很明确的就 建制美国 就是公然的向美国 隔空喊话 或者是宣誓 他就宣誓 说 他们告诉我们2月16日是进攻日 我们偏要把它 变成团结日 他们试图吓唬我们 手段就是再次确定 军事行动开始的日期 我们呢 就将悬挂国旗 悬挂黄色蓝色的标语 向全世界来显示我们的团结 这是跟谁叫板 很显然是跟美国叫板嘛 是不是 你说的美国失败还是不失败 他现在造成了 这一个效果 就是呢 把乌克兰再往外推 不仅把乌克兰往外推 而且呢 把乌克兰人民往外推呀 那这是15号的时候 泽连斯基在电视讲话当中所说的 那他是不是说到做到呢 说到做到 在16号这一天 乌克兰呢就举行了盛大的这种团结日的活动 在他们这个万人体育馆里面啊 就扯着一个黄蓝的一个 大旗呀 大布条啊 这个大布条呢 是可以还这个体育馆的赛场周围一圈的 这底下呢全都是乌克兰人啊 为什么是黄蓝标语呢 这个黄蓝就是乌克兰的国企呀 那他们的这些人呢就扯着这个大标语 你叫他标语也行 叫他是延长的国企也行 反正是呢 很多人就拽着这个 有的人在底下撑着这个 大布条大标语啊 然后就还这个万人体育场一圈 声势呢是非常好大的 就是 泽连斯基 头一天说的 我们就将悬挂国旗 挂黄色蓝色的标语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团结 就告诉你们 你们说的2月16日是进攻日 是军事行动开始的日期 有吗有吗有吗 哪呢哪呢哪呢 请注意啊 我以上所说的这一段文字啊 我基本上是读了他的原文了 这段文字来自于哪里呢 你看起来是不是 觉得说 不来自于乌克兰 也应该是来自于俄罗斯 或者来自于中国 对吧 不是 不是 来自于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是这么报道的 那当然了 他除了这段描述以外他还有其他的胡说八道 那些呢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那我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美国之音还介绍了 就是在16号这一天 在乌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说乌克兰的街道呢一片繁忙 街道啊一片繁忙 说在市外的滑冰场 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尖叫着 哈气在冰冷的夜空生腾 描述的很有诗意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描述啊 因为他很冷啊 你任何一个人你呼出来的气呢 马上就变成了蒸汽了 哈气呢在冰冷的夜空生腾 餐厅和酒吧外面 有年轻的情人亲吻 也有些人在争辩 老年夫妇在市中心狭窄的街道上溜达 显然是一座旅游城市的街景 一对中年荷兰夫妇 在一个酒吧的外面 商量着是否进入 白兔脱衣俱乐部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老年夫妇怎么在商量着 是否进入白兔脱衣俱乐部呢 然后又说 他们的讨论要比乌克兰的外交斗争 更快结束 两人就进去了 你看这个美国之音的这段描述 是不是乌克兰现在 是一个 一片的 祥和和平的 歌舞升平的 一个气氛呢 丝毫就没有打仗的气氛呀 你说这是不是打脸你美国呢 你美国还说 事先就是使劲 鼓动的 煽动的 那种紧张的气氛 好像是战争一触即发 即便是 15号的时候呢 俄罗斯宣布说 我们撤军 我们呢 这些部队在这部署 我们只是为了军事演习 这个军事演习呢 现在 有一部分完成了 他们会撤回到他们的驻地 这个军事演习呢 因为 是俄罗斯和 白俄罗斯联合的一个军事演习 他的预定日期呢 是从10号到19号的 那19号现在还没到呢 对不对 北美现在呢 是17号 那东方呢 现在已经是18号 就还有两天了 那那些完成了军事演习的部队呢 现在 已经回去了 俄罗斯说呢 我们是有计划 完成演习呢 就会回去 完成演习 就会回去 我们是不打算 入侵乌克兰的 我们现在也不打算 奥运会开完了以后也不打算 今年 不打算 明年可能也不打算 那美国呢 现在 就在说哪 说不不不 继续跟这个乌克兰喊话 说你们呀 全都被俄罗斯骗了 说俄罗斯现在呢 他说是 他的部队撤了 实际上 根据我们的情报 他们 不仅没有撤军 他们的军力呢 还有所增长 然后呢 他们的cln 就做了一些报道 cln就说呢 在乌克兰 部队的集结 仍然在继续 从黑海的潜艇和两 气登陆舰 到乌克兰 东北边界的 短程弹道导弹 坦克 榴弹炮 各种的装备 是应有 尽有 他们的兵力呢 不仅 没有减少 而且增加了 那这个 CNN的这个报道呢 今天 就被这个 环球时报 给他揭穿了 环球时报 就是说呢 CNN这个报道 他的信息 从哪来的呢 他的信息 就是 从社交媒体 上来的 有的社交媒体啊 发的那个视频 根本就不是现在 实际上呢 是以前的 没准是去年的 没准是更早的 CNN现在呢 就是 龌龊到这种程度 他就拿这些社交媒体的 所发的这些视频 来当证据 来当证据啊 难怪这个乌克兰 管拜登要证据的时候 这个拜登拿不出来 因为拜登就知道呢 拜登依据的是 那些 情报机构 而情报机构 依据的是 CNN这样的媒体 而CNN这样的媒体 依据的竟然是 社交平台上的那些 自媒体 什么叫自媒体啊 自媒体就是每一个人了 对不对 就像我这样是自媒体 每一个人都可以 成为自媒体啊 我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 现在在YouTube 上有账号 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 发个什么 你也可以在推特上 发个什么 对吧 这些 每一个人 就都是自媒体 什么叫社交网站 社交就是 大家进行社会交流的 对吧 就叫社交网站啊 你 新闻 美国的这些 大型的媒体 现在 就堕落到 这种程度 造谣 那白俄罗斯的总统呢 今天他还发布了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呢 也直接就戳穿了 美国的情报 白俄罗斯的总统他叫卢卡申科啊 卢卡申科呢我不知道他接受谁的访问反正也是 CNN的报道 CNN就报道说呢卢卡申科就说了 说这个美国有关乌克兰局势的问题上呢 西方的情报 毫无用处 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西方的这些情报呢全都是假情报 根本就不准确 什么都不准确 信息来源呢也很可疑 根本就不可信 我刚才已经说了 自媒体有时候转发一些视频 视频有可能是以前的 你怎么能去依据他呢 说实在的我一开始做我这个频道的时候呢 我也上过那样的当 我有时候呢就觉得说有图有真相 有视频的更是真相 我曾经呢 一看到一个视频 我觉得说这是真的吧 有的时候呢就是自我尴尬了 网友说 哎美姐 这个视频是几年前的 那个呢我记得特清楚 特别不好意思 被别人骗了 那还有一次呢也是我转发了一个呢 别人说 哎美姐这不是真的 这是一个电影电视里面的情节 你知道吗 从那以后呢 就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为什么说现在呢 我只看这些大的媒体呢 因为那些自媒体呢有可能不准确 我就看大的媒体 现在呢来说 如果你看大的媒体 你就看CNN 你也有可能上当了 因为CNN他本身 会转那些 自媒体 CNN本身就上当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发现美国的这个大媒体不可靠的 有人早就发现了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特朗普呢 他一直他就指责那些美国的大媒体说 你是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 他在记者会上呢 都不给他们机会来说话 现在呢联合国安理会 也把这个俄乌局势 纳入了讨论的议事日程 那就在联合国安理会 17号也就是今天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 乌克兰局势的会议上呢 俄罗斯的副外长参加了这个局势会议 因为他们是当事一方嘛 他就指出来说呢 你美国就老是来煽动这个东西 你老是来指责俄罗斯 实际上呢这个俄乌局势啊 他的源头 他的始作俑者 就是乌克兰 直接是乌克兰 间接就是你美国 本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呢 是签订了一个 明斯克协议的 这个明斯克协议呢 就是一个停火协议 大家都不要打 结果呢你美国老是去鼓动 这个乌克兰 说这个明斯克协议 你不要承认他 明斯克协议呢 是不利于你乌克兰的 让乌克兰呢就说 哎呀我签这个明斯克协议呢 不是出于自愿 不是出于自愿 就是老来鼓动这个乌克兰 就老来搞事 然后利用各种的手段来造谣生事 俄罗斯呢 还把15日 因为15日是16日的前一天嘛 俄罗斯呢就把15日给他定成了一个 美国 造谣失败日 中国的外交部 也呼应了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把15号定义为 美国宣传失败日 让我说呢还比较客气 你就直接定成一个美国造谣失败日就完了 15日就给他定了 美国造谣失败日 然后16日呢人家乌克兰 那个总统人家就说了 你造的各种谣我偏要把这个日期 把它定成一个全国的 团结日 来打你的脸 我每一年我都会 庆祝这个日期 我永远提醒全世界 美国曾经造谣说16号 是战争日 但是不是是我们的团结日 一片购物升平 对吧 你说美国他也没面子了 然后美国不甘心啊 美国不甘心又干什么 继续来鼓动 继续来赠名 美国呢就给德国以压力 德国新当选的这个总理我昨天呢 给大家介绍过了 他的这个立场呢 他是秉承了 他的那个伯乐 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呢 曾经就是一个 非常有立场的 一个政治家 现在德国新当选的这个总理呢 他就 有意要秉承 但是呢他现在就很难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多数党政府 他不仅不是多数党政府 如果他两党能够组成一个政府呢 也还好办一点 两党容易沟通 现在呢他三党组成的政府 您可见这德国有多分裂 一个党得不到多数票 两个党都得不到多数票 三个党才能得到多数票 三个党组成这个政府组阁 所以说他推行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都非常非常的难 本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局势的问题上呢 德国他会推行以前的那个 默克尔前面那个老总理的那种策略 和平 反对战争 发展经济 走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道路 但是现在呢 虽然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也露出来了这种迹象 他说呢 我们不参与啊 我们不会发兵 这是其一 第二 我们不会提供武器 我们也不允许买我们武器的国家 提供我们的武器 对吧 这是很明确了 但是呢现在他变了 他变了 他受不了了美国以及北约的压力 是什么迹象我们看出来了呢 第一 德国派了一个运输机 运了70名士兵 到立陶宛 已经到了 昨天这个飞机就到了 那士兵已经是下了飞机了 已经部署了 70名 70名虽然不多 但是这是一个态度啊 完了以后就是今天 美国有一批 F35 有几架 我没有看到准确的报道 反正美国空军的F35的战斗机呢 抵达了德国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 美国驻欧洲空军 声明是这么说的 这些部署是在与东道国和北约军事当局充分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 虽然本质上是暂时的 但是呢在这段不确定的时期 他们是加强准备 和加强北约集体防御的谨慎措施 然后呢 又在波兰 进一步的 部署军队 现在呢还有 美国的那个101空降师 也从美国 启程了 他要部署到哪里 现在呢 还没有明确的声明 但是呢 他无非是这么几个方向呗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波兰 一个是罗马尼亚 就是乌克兰 周边的 这些国家了 以上的这些呢就是美国 进一步的一些部署 看起来呢美国绝 不会是善马敢修 绝对不会 但是呢俄罗斯 也不是吃素的 俄罗斯呢一方面在舆论方面 就说呢 你美国现在 造谣生事 你就鼓动乌克兰 而且呢 是鼓动乌克兰 对这个乌东地区 进行这种 种族压迫和种族灭绝的形怀 这点其实是实锤啊 美国呢 仗着他强大的话语权 像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美国不说 全世界其实就行不成一个声音 就是乌克兰 对乌东地区的这种种族灭绝 但是呢 它是一个事实 现在俄罗斯就给他提出来 乌克兰 对乌东地区 进行这种剥夺人权 残害人权 残害生命 种族灭绝的行为 第2呢就是你美国 进行 造谣 煽动 假情报 假信息 第3呢就是你美国 老是这种军事的部署 制造这种区域的不安定 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美国他就是不甘心 前两天的时候呢 他竟然在 俄罗斯的东海岸 也就是太平洋的 西海岸地区 俄罗斯的那个 千岛群岛 他们的潜艇基地 在那搞事 当时呢 俄罗斯的潜艇基地 对美国的 生事的舰艇呢 是非常客气的 非常克制的 但是 今天我看到有报道 有两个报道 俄罗斯就不客气了 一个是 美国联合了 法国意大利 三艘航空母舰 部署到了地中海 在地中海这个地方呢 秀肌肉 那俄罗斯呢也不示弱呀 俄罗斯 立刻就派出来了 三艘导弹驱逐舰 哇这导弹驱逐舰 相当的厉害 如果你看那个导弹驱逐舰的 就一看都怪吓人的 那导弹驱逐舰上面 对吧 除了前面那两个大炮筒子以外 然后两边呢 各有两排的导弹的 那个大炮筒子 那个导弹发射出来的话 就直奔你这个航空母舰来的 可以把你的航空母舰 给你 蓝腰给你切了 据说是那个导弹呢 一下子就能摧毁 你那个航空母舰 蓝腰就给你切了 就给你摧毁了 俄罗斯曾经不是说嘛 俄罗斯现在没有那个航空母舰了 航空母舰全都退役了 普京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航空母舰 只要我们有 能够摧毁航空母舰的武器就可以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 特别的厉害 我刚才说一边四排嘛 一共是16个炮筒子 就说我一下子就能够发射出去16个导弹 你三个航空舰你管啥用呢 对美国呢是相当大的一个威胁 那这个威胁呢美国都没说 但是我看到中国的报道 但是呢另外的一个报道呢 那就是美国报道的了 就是美国之音他报道什么呢 美国之音报道说 美国称三架P8A反潜机遭俄罗斯不专业拦截 据信 贴近时相隔只有几英尺 只有几英尺 俄罗斯干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 在去年春天的时候 俄罗斯就在黑海这个地方进行军演的时候 美国就到了这个地区来了 来捣乱 那俄罗斯呢就是军演的那个飞机呢 就不管你那一趟 就贴着美国舰艇的那个甲板 然后就贴着他那飞 给这个美国吓得过枪 当时美国呢也发了新闻稿说那件事 说俄罗斯进行不专业的这种操作 给美国吓着了 那这一次呢他又说了 他说呀 他这三架的P8A反潜机 是在地中海的国际空域飞行 然后呢俄罗斯的飞机就来了 俄罗斯的飞机就来了以后呢 就抵近飞行来进行驱离 说离美国的这三架飞机呢 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离得很近很近啊 几英尺而已啊 对吧 几英尺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 深长 这么大的一个距离啊 非常非常近 这回又把美国给吓破枪 就是一个俄罗斯飞行员的这种飞行技术 是非常高的 我可以贴近你飞行 无论是你在下面 你这朋友都可以贴近你 但是呢 我就能够控制住 不产生碰撞 这时候中国的飞行员也学会了 在前一阵子圣诞节的时候 美国的军队呢都去过圣诞节去了 中国呢在太平洋 在哪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 日本的那个军舰就来了到旁边 来观察呀或者怎么样的 那是中国的那个飞机呢 就贴着日本的那个军舰 然后给日本下构枪 就说明了中国的飞行员的 飞行技术呢也是非常高超的 这回呢就把美国给下构枪 你看看 他们在地中海的那个舰艇的对峙呢 他不说 然后呢他就专门说 说这个PYA呢 我们在国际空域地中海上空的国际空域 被俄罗斯 以不专业的方式来驱离 请注意啊 这个俄罗斯的飞机来驱离 如果说你在国际空域 俄罗斯的飞机能来驱离吗 你说是在地中海 哇地中海那么大 你是不是说你已经进入了土耳其那海峡 到黑海这个地方了 你仍然把它叫做 地中海呀 你是不是到了黑海 到了俄罗斯的 领空里面呢 你还叫做 国际空域呀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接近了俄罗斯的领空 或者已经进入俄罗斯的领空 俄罗斯能 起来驱离你吗 没有道理呀对不对 你在你们的加州 那俄罗斯能到加州哪去驱离你啊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是不是 如果你在加州俄罗斯 他就说他说我现在驱离你 你还不给他打下来啊 是不是 那受惊吓的就不是你美国了 就是俄罗斯的呀 是不是 这个东西呢 你就怕分析呀 你光你报道你这么说有什么用啊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呀 我的眼睛挺亮的现在 昨天呢是2022年2月16日 我相信呢2022年2月16日这个日期呢 将被人类铭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2月16日这一天呢是美国 给全世界制定了一个日期 说呢2月16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日子 那这个事情不仅美国的脸让这个事实呢 打的是生疼 而且呢 让全世界也看到了 美国这个造谣 那2月16日呢就被乌克兰定为了 乌克兰团结日 而且呢人家乌克兰的那个总统呢明确就说了 他们说 这是 是入侵乌克兰日我们非要把它定为一个团结日 就是要打脸美国呀 那俄罗斯呢之前说呀 把2月15日定为美国宣传失败日 然后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也响应了这个倡议 认为呢2月15日 美国的这个造谣呢已经失败了 但是呢我现在提议啊 中国以及俄罗斯 或者就是俄罗斯了 俄罗斯就出来向全世界倡议 把2月16日给他定成一个美国造谣失败日 然后呢全世界谁要响应都可以响应 让全世界记住这个日子 让全世界一到了2月16日 就想到美国所闹的这个笑话 现在真是一个笑话呀 我看到一个笑话呢就说 说那个普京呢就跟他手下说 哎说去看看 看看美国那个媒体 说咱们什么时候入侵乌克兰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对不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日期 由美国来定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 《环球时报》所写的社评 我认为《环球时报》这个社评呢 写的是非常的好啊 把2022年2月16日 这一天 他的这个来龙去脉 他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说全世界应该铭记这一天 写的呢是非常的好 入目三分 真正皆学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把这个全文 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题目呢就是这样的 社评 2022年2月16日 给世界留下永久 静见 静见呢就是静子的静 见少了见 好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 2月16日是美国情报部门 掐算出的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日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正式通知了欧盟和北约 但事实同美方编的剧本正好相反 随着凌晨三点的时针 在表盘平稳的划过 以及俄罗斯此前一天宣布 从俄乌边境部分撤军 美西方连日来 极力吹起的 乌克兰战争危机泡沫 最终破裂了 有网友调侃说 由于疫情的原因 本次 俄乌战争改为线上 由此造成的不变 敬请谅解 世界 再次见证了美国情报部门一群 职业编导的无耻 与荒诞 与此同时 人们也看到了美国议题设置 和舆论动员的 套路有多深 或许 这正是美国政客 所需要的情报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16日所指出的 正是美西方一些人 不断的煽动 散播虚假信息 给这个原本充满挑战的世界 增加了更多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加剧了不信任和分裂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停止 此类的虚假信息攻势 多做有利于和平互信合作的事 美方做出情报闹剧 在当今国际政治叙事中 是罕见的 被炒作要爆发冲突的当事双方 都表示不愿意打仗 俄罗斯反复强调 不会进攻乌克兰 乌克兰自己也出来澄清局势 没那么紧张 反倒是美西方 不停的炒作 战争迫在眉睫 甚至预测了战争爆发的准确的时间点 乌克兰因此损失巨大 在恐慌气氛的驱动降 汇率 直降 资本 逃离 航班停飞 如此 肆无忌惮的编造进攻日的谎言 说明美方 是不怕丢脸的 因为 其自以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 十分的强大 可以任意的操纵舆 在这场危机中 美方玩的是两头堵的游戏 无论俄罗斯打不打乌克兰 都是美国赢了 如果真的打了 美方会说 他们早就预料到了 并且已经反复提醒 如果没打 美方就说了 是他们的制裁 威慑奏效了 帮助乌克兰避免 或者推迟了一场战争 至于美方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出 大家现在也只能依据事实来推测 来自美国的战争预测和渲染 虽然毫无根据 但却存在着现实动机 一种通常的说法是 美方想把欧洲局势搞得很紧张 离间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 进一步的强化北约的凝聚力 打击欧盟的战略自主倾向 并且促使资本回流美国 以此来收割欧洲的韭菜 此外 通过宣扬俄罗斯威胁论 模糊了美国增兵的事实 转移了北约东扩的讨论 将自己打造成所谓 地区安宁的守卫者 和和平的使者 于是 明明是北约东扩诱发的危机 被美西方搞成了俄罗斯 要不要侵略乌克兰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 转移焦点的地缘政治操作 然而 美国得到的结果 又是其他方受损 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准盟友 美国依然还是那个自己利益至上的美国 美国这次实际上狠狠的坑了准盟友乌克兰一把 通过制造战争恐慌 让乌克兰人才两空 欧洲也是吃亏的 即便俄罗斯撤军 但俄欧之间的信任度产生了严重的裂痕 不过 即便美国操纵舆论 他也只能忽悠一小部分人 长期的来看 这个事情会像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一样 进一步的消耗华盛顿所剩不多的国际信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最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要求提供俄罗斯入侵的证据 并且抱怨资产外流 显然对美国产生了不信任 更多人从这件事上也知道了 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 不单捞不到半点的好处 还有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2022年的2月16日过去了 他从此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 将真实的美国照得越来越清晰透彻 他给世界留下一个永久的境界 这就是环球时报的 在今天所发布的一个社评 这个社评呢我认为 是我看到的环球时报 发布的最好的一个社评 把俄乌局势总结的是 解明俄药清楚明了切种要害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 中国都用上了哪一些黑科技 黑科技呢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 头一回听说这个词 这可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这是一个宝义词 就是高科技的意思了 新科技高科技 不常见的一些技术 这个呢其实也不是我搜集的了 这是呢 我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找到的一篇 关于 奥运会上用到的高科技的 最全的一篇文章 整理呢是非常好 那我发现的是从环球网上发现的 但是 环球网也是转载 环球网的来源是 河北 新闻网 他的作者呢 是一个叫 郑小娟的 咱们用别人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最好都点出来出处 而且呢 说出来人家作者 因为任何一个人 组织这么一篇文章呢 也是不容易的 不能 把人家的功劳给人埋没了 好 他就是 郑小娟 也没准观众朋友当中认识他呢 对不对 就知道了这个人了 也没准这个郑小娟还是我的观众呢 如果是我的观众的话呢 你看到我现在 在用你这篇文章 而且呢你这个名字我都反复强调好几次了 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你 好这篇文章的 题目呢就是 精彩冬奥 满满科技范 冬奥背后的顶流成果 刷新你的想象 真的刷新想象 这个刷新我的想象 有很多的东西呢 我们都没有想到 也不知道 如果不是这篇文章 介绍的话呢 可能 我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冬奥会上用了这样的一些科技的手段 中国有这样的一些技术 有的技术真的是 这是很贴心很贴心的 我呢在这里面看到了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还去找出来了其他的报道 关于更详细的介绍 所以呢 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这个 郑小娟 所总结的这些 冬奥会上的 黑科技呢 我还有一些 补充 好 让我们就开始吧 说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举时瞩目的一场体育盛会 也是观察中国科技创新的一扇窗口 无论是场馆设施 观众观赛 还是防疫手段 智能餐饮 众多的新科技在北京冬奥会上惊艳亮相 科技冬奥彰显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让我们一起感受科技赋能冬奥的魅力吧 首先呢 是说造最快的冰 碳排放量接近于零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哈 有一个比赛场馆呢 他叫冰丝带 那这个冰丝带呀 从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开赛 到13号为止 到13号为止 这个冰丝带呢 一共是举行了 8项赛事 除了速度滑冰 女子500米 没有破记录以外 其他的 所有的项目 全都破了历史记录 那么为什么会破这个历史记录呢 这里面 很有可能 和中国这一次的 制冰的手段和制出来的这个冰 有关系 那这个冰丝带的这个冰 他是怎么支出来的呢 说冰丝带的建设者 创新性的采用了 二氧化碳 跨 临界 直冷 制兵 系统 使得冰丝带呢 就成为 奥运史上 首个使用该技术的速滑管 二氧化碳 跨 临界 直冷制兵技术 是当前 冬季运动场馆 最先进 最环保 最高效的 制兵技术之一 他的应用呢 不仅 能够 为冬奥会比赛提供 温度 高度均衡的冰面 同时呢 还可以使国家速滑管的 碳排放量 接近于零 你从这个我们就知道 他是用二氧化碳来制兵的呀 他会收集那些排放的二氧化碳 然后呢 用他来制成冰 这本身 就是来 消除排放的 是不是 然后呢 他这个制兵的过程 他本身 他有几乎 不排放任何的二氧化碳 所以 他是 非常非常的 环保的 说冰丝带整体冰面的温差呢 不超过0.5摄氏度 这就意味着 整个冰面赛道的硬度一致 非常有利于运动员划出好成绩 体育运动呢 我不是专家了 但是呢 我就想一下呀 这个冰面的温度的均衡性 就会使他冰面的硬度 全都一致 如果冰面的硬度全都一致的话 那那个冰刀在上面划的时候呢 他的障碍呢 一定会减小 也就是他的摩擦会减小 那如果摩擦减小的话 你想想他是 速度是不是就快了呢 所以说呢 这篇文章就说 中国用的这种高科技呢 做出来了最快的冰 这篇文章说 冰丝带满满的 创新科技元素 为冬奥会带来新的惊喜 点赞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水利方 魔幻般的化身冰利方 这个呢 也是中国的一个创新 原来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讲过 就是这个冬奥会的成本呢 是越来越高 本来这个冰雪运动呢 就是一个烧钱的运动 那举办冬奥会呢 他的成本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就使得很多国家 会不愿意去申办 因为费用太高了 往而却步 那这一次中国呢 就带了一个好头 把这个旧有的场馆 给他重复使用 比如说现在呢 就把这个水利方里面的 游泳池 然后呢就给他改成了一个冰场 这样呢你其他的观众看台呀 还有场馆呢 你场馆里面因为是冬奥会嘛 对不对 冬天很冷啊 那你场馆里面这些供暖啊 等等啊 这些通风啊 等等这些设施 这些钱就全都省了呀 你想他会省多少呢 对不对 那这个文章介绍说 随着赛事的推进 冬奥场馆也迎来了高光时刻 冰湖赛场激战震撼 在奥运戒儿的脚下 另一项奇迹 悄然的诞生 国家游泳中心的水利方 魔幻般的化身为冰利方 其中的水冰转换技术的应用呢 堪称神奇 这次呢中国 就把这个游泳池 给他转换成一个冰场 就像冰湖那样的 高要求的那种冰面呢 用20天的时间 20天以内 顶多20天的时间 就给他改造成功 而且呢 之前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一个疑问 那你费这么大的劲 你给他改造成一个冰场 尤其是像冰湖那样的 高要求的一个冰场 完了以后呢 你把它拆了 又变成一个游泳池 等到下一次呢 你再有造一个冰场 你不是很浪费吗 不是的啊 不是的 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这一次呢 我们在上面比赛的冰湖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给拆除 拆除了以后呢 在那备用 完了以后 如果想让他 再比赛冰湖的话呢 可以拿过来 搭上去 很快呢 又形成了一个 冰湖的比赛场地 这是中国的一个 独创 这就省了 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呢 我觉得好像 如果这个冰湖运动 已经是普及了的话呢 搞一个长期的冰湖场 就不用来回来去的切换 不是也挺好吗 好 这是一个啊 然后第3个方面是什么呢 是 防风 网 网罗 科技元素 我们都知道呢 张家口这个地方啊 风是超级的大呀 在张家口这个地方 比赛的赛场 如果风 太大了的话 会影响 这个比赛的 所以呢 在赛道外面 就得搞一个 防风墙 这个防风墙 可不是说呢 你随随便便 就搞一个的 那这个防风墙呢 你得说 你别把光挡住了 你别认 这个防风墙 竖起来了以后呢 然后呢 当那个太阳在那边的时候呢 这边黑乎乎一片 那也不行啊 对不对 你又要让他透明 又要让他打风 然后怎么能做到呢 我们看这个报道里面说 说呢 2月6日参加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 并行场地技巧比赛的运动员们 在云顶 滑雪公园全力备战 场地内的防风墙 可以有效的降低大风 对于运动员的干扰 保证赛事的正常运行 在这个张家口云顶 滑雪公园 则安置有一套的防风系统 让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呢 尽量少受风力的干扰 这套防风的装置呢 具有很好的透光性能 就我刚才说的 你得透光啊 也有很强的 抗拉性能 1米宽度的防风布呢 可以承受1.2吨的压力 这就让他的降风速性能 特别的好 每秒10米的大风 经过他的阻挡以后呢 风速就能降到 每秒3.5米 可见呢 降低了多少 降低了将近70% 对吧 就大大降低了 这是这个防风墙 还有一个呢就是 在这届冬奥会当中 中国制造了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变角度的斜行电梯 这是一个什么呢 通常 如果说你没有去滑过雪的话 你难免会在电影电视里面你看到过 那个滑雪场呢 都有那种吊车 对吧 那个吊车把大家呢 吊到山顶 然后你再从山顶的滑雪下来 是这样的 那在中国 作为中国首作 符合国际标准的 冬奥会跳台滑雪场地 雪如意 顶部与地面落差呢 达160多米 在雪如意的一侧 运行角度随着山势而变的 变角度的 斜行电梯 已经投入使用 这座斜行电梯 是针对雪如意的特殊造型 和赛事用途专门设计生产的 是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 变坡 斜行电梯 总长呢 是259米 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5米 能够帮助滑雪运动员 在雪如意下部与顶部运动员 出发区之间上下通行 可以上可以下 他就是像我们商场里面呀 就各种地方 最早的时候出现在商场里面 对吧 各种地方的那种斜行的电梯 然后这个电梯呢 一般的来说 他这个角度呢 是一定的 但是呢 因为雪如意的这个角度呢 这个山呢 这个角度是变化的 所以这个电梯呀 这个角度还是变化的 挺神奇 他这个长度呢 有259米 可以把运动员呢 从下面送上去 还可以从上面再下来 就不用那个叼车 下一个呢 就说到了 是冰雪装备大有乾坤 说这个冬奥比赛服啊 要实践 竞速类的项目服装 防护材料和装备 耐低温保障材料及技巧类的项目服装 4类产品都有创新 针对竞速类的项目比赛服的综合减组问题 就减少阻力的问题 冬季比赛服装项目团队在全球范围内 搜集和测试了 150多种面料的基础性能 最终自主研发出来了 减组面料 设计出了减组结构 并为每一位运动员量身定制了战衣 为在保证速度的同时 利用服装性能 避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受伤 为不同项目设计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比如在短道速滑比赛服上 使用新型的高弹 防切割面料 将单向防切割升级为双向 在保持弹性的基础上 防切割性能提高了20%到30% 为运动员提供全方位的防护 在这块呢我想补充一下了 想补充什么呢就是 你要知道他这个开冬奥会冬奥会嘛 对吧 他是在一个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和温度比较低的这个季节是在冬天举办的 对吧 你在户外的时候呢 他就会比较冷 如果是比较冷的话呢 你的这个手啊 脸呢 手还好吧一些 你可以戴着手套对吧 你的脸呢 还有你呼吸的时候那个空气如果太冷你呼进去的话 你的呼吸道一定是不舒服的呀 对不对 那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以前的时候啊 我就看到那些个拍电影电视的那些人 那些电影演员们 他们经常会用到一些暖宝 那些暖宝呢不仅可以暖手 好像还可以暖你的脸 然后呢 你贴在身上 贴在腰上啊 肚子上啊 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保暖 是无限的 不是说需要连着电线跟电视台似的不是那样的 那些东西的出现 那么我就查了一下呀 这次 冬奥会呢 为了帮助这个运动员呢 让他们更舒适 中国呢 在保暖 这方面 花了很多的心思 下了很大的气力 研究出来了 很多的保暖的这个产品 当他们用上这些产品以后呢 第一 就会让这些运动员 免受那个冷空气的 浸食 比如说我就找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个的 这个文章介绍呢 你看他这个题目呢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说的是无缘保暖护脸技术 为冬奥建而送温暖 说2月16日的时候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他们呢 研究出来的无缘保暖 血上科技护脸技术 弥补了越野滑雪护脸技术的技术空白 可以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 为运动员实现高效运动 保暖防护 现在呢 已经给国家越野滑雪队送去了8批的 滑暖装备 为运动员的面部 呼吸道 颈部等 提供必要的 无缘保暖 防护 这些装备呢 它是具有 无缘加热 智能保暖 通气舒适 轻巧便携的特点 说在零下10度环境当中运动的时候 佩戴它呢 可以是 吸入的空气温度提高大约20度 面部的皮肤呢 提高大约6度 这就很好了 比如说你在户外的时候呢 户外温度啊 比如说我们加拿大 特别特别的老 今天我们这都零下30多度 咱们说零下30度 然后如果你佩戴它的话呢 它能够让你吸入的空气 提高20度 那要零下30度 减成了零下10度 要是零下20度就减成了零度 对吧 就是让你很舒适了 然后面部的皮肤的温度呢 也能提高6度 就是你戴上它以后呢 它能给你提高6度 就好很多了 我看这个东西呢 以后除了运动员以外呢 其他人也可以用啊 再回到这篇文章里面的介绍 下一类呢 是新技术完善观众的体验 说是呢 像黑客帝国当中的子弹时间一样的电影集的特效来了 我这个时间呢 我也看到了 说是在转播的当中 运用到了很多的高科技手段 比如说呢 什么任意视角切换 自由缩放 随时暂停 定格旋转 慢动作环绕 手持5G手机 点开应用程序 手指触动 屏幕的瞬间即可 实现任意视角的自由观赛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感觉好像就是呢 他这个画面的是360度 以前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那样的相机 能够拍360度 就我拍这个呢 如果说 你用一个特殊的那个眼镜来看的话呢 你就好像甚至其中一样 是一个360度的 那如果你不戴的眼镜呢 你用普通的手机呢 你就可以转转转这样的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角度 好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现在用的是8K的那个画面 就是速度更快一些 还要说到这个8K呢 我也查了一下 这个8K的摄像技术啊 就让这次韩国呢就陷了原型了 因为韩国的他们长期以来 他们专门就搞这种破坏 犯规 而且他们还专门研究这个犯规 以前的时候呢 他们就像犯规 犯规呢就犯的很微妙 给别人呢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 我们中国运动员呢都被他们害得够呛 有一个运动员呢 他就这样一巴了 然后这个运动员 速度一下 因为在那冰上都快嘛 一下子就撞到边上去了 结果呢就把这个筋骨 就撞断了 这个运动员呢就终身 再也不能进行运动了 就是 韩国运动员犯规造成的 还有一次呢 他也是犯规 他拉着别人呢一块犯规 完了以后呢 一般的来说呢 就冰上运动啊 如果你运动员的话 都得有一个意识 因为你脚下穿的是一个冰刀啊 那个冰刀虽然不是像咱们切菜的刀 那么的锋利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刀啊 在快速的情况下 他能够形成那种切割的这个作用啊 他有一次呢就和中国的运动员一块摔倒了 结果呢他就没有那个道德 一般的运动员就是你摔倒了以后呢 你得马上把你的冰刀收回来 但是他不 他是四氧八叉的 诚心让你的冰刀呢 肆意的就是挥洒出去 结果呢就把中国的一个运动员的身上呢 就给割破了 当那个救护的人员来救的时候 还血流不止呢 韩国运动员真的是在这方面非常的没有道德 太黑心了 那以前的时候呢 因为现场的那个镜头啊 技术不够 经常是呢看不很清楚 所以呢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你还不能就判他犯规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一场比赛就不一样了 中国安装了一些 八黑的镜头 而且呢这些镜头呢 还有一些 技术 反正呢 就是全 画面的 给他记录下来 过后呢可以通过慢镜头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说韩国运动员这一次呢 他犯规的就特别的多 判罚的就特别的多 韩国运动员这次就得不到金牌 甚至呢得不到奖牌 甚至呢被剥夺了比赛资格 韩国这次的这个成果呢是非常非常差 历史上最差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恨上了中国人 这种仇恨呢还拨洒到全民 全韩国人现在都恨中国人 我也同一次知道 韩国人这么的信心狭窄 以前还把韩国看得挺好的呢 以前还觉得说韩国人比日本人好一些 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熬完了以后呢就说火炬背后的高科技 火炬后面有什么高科技啊 火炬的高科技呢是这样的 说2月4日的时候一场 令世界惊艳的开幕式 点燃了人们的激情和梦想 当两名火炬手 请着火炬跑向鸟巢中央 全场寂静 火炬被轻轻的插入基座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给世人面前 雪花脱挤着盛开的火焰 升空飘舞 开幕式气氛瞬间达到了高潮 这是奥运史上首次以低碳绿色环保卫核心原则 设计的微火火炬 烛火炬最大的创新之处呢是微火设计 视频显示 以及有复杂的姿态控制系统 构成了鸟巢上空的完整结构 这在奥运史上呢是独一无二的 以绿色能源氢气作为燃料的微火设计 能够实现氢气消耗量 每小时小于两个立方米 这个呢就比上一届的平昌奥运会使用的那个大泡菜坛子的那个呢 要节约能源多了 这是中国的一个创新 然后呢就是那些智能防疫员上岗一秒完成八个查验环节 这也是让这个外国运动员呢 他们感到舒适的一个环节啊 就是他们来了以后连口罩都不用摘 这种智能的防疫员实际上就是一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呢一秒就可以完成 对这个运动员的身份识别呀 测能测温呢等八个的查验环节啊 让这运动员呢就感觉没有那么麻烦 也不耽误很多的时间 所以呢这也赢得了这些外国运动员的称赞 谁都不想麻烦嘛 完了以后呢就是智慧餐厅了 美食从天而降 这个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这就是第一批客人 来到冬奥村的时候呢 他们的第一个体验 第一个关于冬奥会冬奥村的一个视频 吸引全世界眼球 然后在全世界走红的 第一个视频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无人餐厅 我就不再重复赘述了 然后呢 就是小巴车藏着哪一些黑科技 说是呢 2月12号的下午 张家寇媒体接待站东门的一辆黑色的小巴车 成为众多的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 这辆黑色的小巴车名叫 异特智行智能轻能自动驾驶方舱 这个名字好长啊 概括了他所有的功能吧 负责为东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生活运输百度 这款方舱呢 集 自动控制 体系结构 人工智能 视觉计算 等众多的技术为一体 是结合了电动化 轻能化 车联网 和自动驾驶 技术的移动 即 服务无人车平台加智能的移动空间 车上呢 没有驾驶员 没有方向盘 没有刹车 油门踏板 完全靠机器自动控制 却可以在行驶过程中 自主定位 自动规划行车路线循迹行驶 可以自动研判前方红绿灯的状态 以最佳的时速滤波行驶通过交叉路口 如果检测到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的车辆 以及行人穿行搬马线 还能自动停车让行或减速避让 还可以实时提示与前车的 行车安全距离 车距过近自动发出安全预警 自己 随弯而转 转弯时自动发出 转弯警告并减速 记者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 车辆全程行驶平稳 到站能自动停靠 还可以通过云召唤功能 实现 人机直接对话 这就是无人驾驶 这个无人驾驶 实际上在中国早已经有了 这次在冬奥会上面 出现的我相信 让这些运动员 那是大开眼界 据说这些运动员现在呀 他们都是 在北京冬奥村待的 是太舒适了 流连忘返 叫乐不思索 对吧 乐不思索 都不想回到 蜀国了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 百米级 分钟级的气象系统 这个顾名思义呢 我们就知道 他能够 把这个天气预报 这些温度啊 能给你精确到 百米级 就是100米以万 是一个什么情况 再或者是呢 能够精确到 分钟级 这一分钟呢 是这样的 下一分钟 就是更新了 每一分钟更新一次了 好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这篇文章 他所整理的 这次的冬奥会上的 这些高科技 其实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他 没有整理到 没有总结到 就是这一次的 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 在这一次的冬奥会 当中的使用呢 给这些参与者呢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我前两天的时候 就看了美国之音了 这一次的冬奥会里面的 支付方式呢 就是两种 一种呢 就是维萨卡 一种呢 就是数字人民币的 他叫什么 叫硬钱包 还是叫什么钱包 好像是叫硬钱包 相对于什么来说呢 相对的就是数字人民币 你安装在手机里面的 APP钱包 这个呢就是运动员到了奥运村以后呢 你换了一些人民币以后呢 他就直接给你发一个卡 数字人民币卡 这个数字人民币卡呢 就是一个硬钱包 就是一个钱包 可以拿着去花 据美国之音报道啊 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 使用 数字人民币钱包的 要多过使用 威萨卡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西方不是使用惯的这个威萨卡吗 这是因为你使用这个威萨卡的时候呢 它是会有费用的 但是呢如果使用这个硬钱包 就没有费用 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我使用威萨卡没有费用啊 商家有费用我没有费用 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美元 或者是你来自于那个国家和中国人民币的一个 汇率转换 那个有费用 那如果说你拿一个人民币钱包的话呢 就没有任何的费用 而且呢支付也非常的便捷 所以呢在这一次冬奥会上 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的 要多过那个威萨卡 这个呢就把美国之音气得过呛 就觉得说中国呢 利用这一次的冬奥会 宣传了数字人民币 给他们气死了 反正中国有任何的一个 受益 中国得到任何的一个好处 美国人都可以气死 美国这么小心眼啊 早晚得气死 他们的生命终结呢 将来有可能是说 气死的 战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